大陆女星赵露丝也有一头 献下众人的绝美长发 被网友封为法量富翁 近日她戴着黑色毛帽 搭配敏色包包 身穿宽松毛衣和球鞋现身机场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 有别于以往的固腰长发 赵露丝将头发剪短了 还染了黑发色 新发型公开后 随即获得大批网友好评 大扇她这个发型 虽然是近年来最短的长度 但真的很漂亮 更在短短半天内 就吸引60万人点赞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日前赵露丝在成都 举行25岁生日会 并在活动上开麦争唱 迎来大批网友吐槽 真的唱得很烂 还是好好演戏吧 等留言 别想到才过了几天 舆论风向就因赵露丝换的发型 而有了巨大的改变呢